方骏是台湾专题资深老牌歌星 在颁发歌星正的久远年代就已经成为专业歌手 但可惜的是方骏出道连发三张专辑却一直不温不火 发布的作品也因各种问题背禁 一张专辑十二首歌被禁十一首 最后无奈跨界当起了演员 日前方骏现身节目 聊起来出道时的往事 中途还爆料称曾偶然撞见知名主持人白冰冰换装 无意看到白冰冰的裸体 这一镜爆消息瞬间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方骏表示当年在秀场活动曾跟主持人白冰冰同台 中间突发意外 导致两个人都非常尴尬 白冰冰在后台着急换装 由于牛仔裤太过紧身 在拉着裤子时不慎将内裤也一起脱了下来 下半身全裸站在后台 凑巧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方骏看得一清二楚 回忆这一往事时方骏表示非常尴尬 直呼看完后内心留下了阴影 还调侃称自从看到白冰冰裸体后就一直走衰运 签牌连杠五十八七 网友都纷纷表示这种经历确实有点尴尬 都忍不住脑补出那种面面相去的画面了 不过方骏突然在节目中爆料这一陈年往事的行为似乎有些不妥 不知白冰冰看到会做何感想呢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